总有人问我钢笔淡材的线稿工具该怎么去选 为什么我买了一支钢笔 觉得一点都不好用 同学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选择线稿工具的时候 一定要适合自己的 哪怕它很贵 如果不适合自己 我们也白搭 就好比我们的脚只有37码 或者是38码 我们买了一双45码的鞋 那么它这个鞋它再好 我们穿着也很不舒服 本期视频 我会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给大家推荐 相应的一个线稿工具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钢笔淡材中勾线笔的一个种类 我们分为打墨水的笔和一致性的笔 我们一切的钢笔都可以去打墨水 只要你这支笔能够去占到墨水里面 可以把墨水打到笔里面去 这就是一支打墨水的笔 那么打墨水的笔分为普通的钢笔 和我们特殊的一种美工笔 普通的钢笔 我手里面的这支笔来举例 我们给它命个名 A和B 我手里面的这支笔是这个领美的狩猎者 这一支笔的特点 画线条的话 它出墨是非常的顺畅的 比如说我们去画一组横线 对吧 你会发现我们画的这个线 它不会很容易断墨的 线条会画得非常的流畅 这一支笔 我们把它标注成A A的话 是比较适合我们刚入门的一个小白 或者是接触过钢笔画一小段时间的同学 都可以用狩猎者去勾这个线 当然 老师 我不想买这一支笔 我可不可以买普通的钢笔句话 可以买一个什么呢 英雄的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 这个地方我们不做讨论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品牌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也在用 灵美的这个笔 灵美它的品牌也挺好的 质量也过硬 灵美狩猎者 我们注意 我买的是F间 其他品牌的笔也可以用 好 那么在我们学过一段时间了 钢笔画有一些起色了 对吧 我们要让这个线条要越来越松动 这个时候我们用到美工笔 美工笔还有一个特点 就拿我这一支手里的美工笔去举例子 这一支笔是孔子公爵的美工笔 这是一个1.4或者是1.2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头是个很大一个弧度 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支笔是不是摔成这样的 我就吵架着我 老师你的笔被摔弯了 这个笔买过来就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它是摔的 这支笔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画线的时候 旋转我们的笔尖 你可以画出粗细不一样的线条 这个需要你练好你的空笔能力 不建议小白直接去使用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进阶 我们可以用到这支孔子公爵的美工笔 老师除了这支笔 我们就没有选择了吗 当然还有 是吧 如果追求性价比的话 还可以买这支永生的美工笔 永生这个牌子可能大家没听说过 也是被学生给推荐的 永生的美工笔 我觉得还比较好去使用吧 永生9363 这支笔的话 好像十一二十块钱吧 非常的便宜 这支笔 它的出没量和这个用线的这个流畅度 它不会比孔子公爵的要差 我给大家看两张作品 一直是用美工笔画的 一直是用普通的干笔画的 普通的干笔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画的线条 粗细都是一样的 很适合我们该入门 想把这个线条画工整 画流畅的同学们 那么当我们LQ画出了那种很松的感觉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换到美工笔 这个时候就进阶了 我们的风格也会发生一个小的转变 对吧 因为我们画面会添加一些色块 会加入一些线条的粗细变化进去了 整个画面也会越来越丰富 那么还有一个一致性的笔 笔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 分为这个千字笔 还有我们的一个增广笔 千字笔的话 这里很简单 就是我们平时写字的时候 用的这个0.5的 像得利对吧 或者是这个文明的 对呀等等一些牌子 你看以我手里面的这支笔为例 这就是一支很普通千字笔 非常的便宜 一元钱你就可以拥有它 这个是1.0的得利的笔 画的时候 这个线条是比较粗的 这个是0.5的千字笔 它会和我们的上边的这个 普通干笔线条比较类似 但是它触摸量是比较小的 千字笔的话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才去选这个千字笔 增广笔的话 我们看一下 有很多规格的笔 它有这个0.8 0.5 是吧 0.5 一个系列 对吧 你像这个头上面有个1字 它的结果很粗了 然后有很细的 细到这么离谱 这种增广笔的话 是樱花牌的 它比较适合做设计 画一些设计稿 一些写实的干笔画 它不太适合去画干笔弹材 因为这个墨它有时候不翻水 你画完之后 用水一打湿 它就会散开 那么给大家看两张 我用这个真光笔去画的干笔画 这个是属于写实类的了 这个是用这个最细的真光笔去画的 用排线的方式 它也是属于干笔画 只是说没有上色 如果在这个上边去上色的话 我们可以用沾水笔 沾着这个采水墨水去排线 它可以画一个写实的干笔弹材 那就是我给大家讲的是 我们的一个干笔弹材的一个线稿工具 怎么去选 根据自己目前所学习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想来跟着老师学这个干笔画 那么入门的话 推荐先从这个普通干笔开始入门 因为很多同学刚入门 不知道怎么去使用美工笔 这种粗细变化的线控制不好 结果画出来就会画得很实板 特别是在处理一些色块 一些线条衔接的时候 总感觉衔接不上去 等我们把这种线条画得很熟练了 我们用美工笔去过渡一下 然后慢慢的去把它画得很松动 签字笔和中管笔 在我们外出的时候 或者是不方便去携带 或者是身边没有笔的时候 我们去店里面买笔 综合所需 我们重点是普通干笔和这个美工笔 当然这个后边我们展开的话 还会有这个反水的 因为我们到后边 干笔单材里面需要上色 如果你画完这个线稿 这个墨不反水 它这个就很容易运开 一运开的话 这个画面就毁掉了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讲到这里了 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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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